隨著新冠疫苗接種計劃展開 已預約接種科疫疫苗的五個優先組別市民由今天起 可按預約好的時間前來打針 負責統籌疫苗接種工作的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 及食物及衛生局局局長陳小慈 在今早去到位於銅鑼灣中央圖書館展覽館的社區疫苗接種中心 試測接種計劃首日運作情況 聶德權表示,至今已有約7萬人預約接種疫苗 我們目前進一步完善網上的預約系統 我們會在3月1日,即下星期一早上9時 我們會再次開放網上的預約安排 聶德權說,這輪預計共有20萬名額 可以預約至3月26日,當局會有聚地推進計劃 他又宣布會增加3間接種科興疫苗的接種中心 令到接種科興疫苗的中心增至共8間 另外,我們因應很多市民 包括優先組別的朋友 都希望能夠盡快接種 所以我們會另外再增加多3間的社區疫苗接種中心 來去接種科興疫苗 包括將軍澳體育館,葵青林士德體育館 以及團門友愛體育館 而這三間三安排中心 預計在3月6日開始運作 一共會運作56日 因為疫苗需要打兩針,而兩針之間相隔28日 葉德權又透露本港預救的首批Biontech復必泰疫苗 預料會在明早早底說 而當這批疫苗問題後 當局會盡快開放網上預約 而陳肇始則表示 在接種計劃展開後 至今未有接獲有人在接種後出現預償情況 快點見 esse問題 趕快 快點放